第687集 咦 这是什么 蛮牛的脑袋凑了上来 上面丑丑 下面喵喵 很是好奇的样子 它本来威风凛凛的牛头 现在看上去凄惨无比 一边的牛角不见了踪影 一边歪歪斜斜地插着 磕磕碰碰一下 啪 就是要掉下来了 蛮牛倒是一点也不觉得疼痛或是郁闷 眼中竟是兴奋和好奇之色 世代血仇得报 其中还有它的一部分功劳 那份满足简直不用提了 若非张凡当面 他都恨不得蹦起来 再去寻找一头母牛潇洒一番 大肆庆祝 不过眼前也不错 虽然没有母牛 却有枯荣老祖的宝藏 以及其强大的秘密 也足以让他兴奋起来了 还不带他看出个一二三来 张凡眼中放光 一手按在他的脑袋上 一把将其推开 碧玉石碑之上 一个繁杂纹路状的凹痕 若是不细看 只是以为这是精美的雕刻 细看之下 才隐隐有熟悉质感 张凡心中一动 手上一翻 古墓令牌落在手中 比划了一下 恰于碧玉石碑上的纹路 凹陷严丝合缝 显而易见 此宝正是枯荣老祖 在这石碑上所得的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这就罢了 真正让张凡动容的 却是碧玉石碑之下的地面 那里随着先前的一拍 石碑震动 震散了薄薄的一层土尘 以及扬洒其上 恍若巨木灰一般的积粉 落出了错落一排的深坑 这些深坑不过小指粗细 却深邃异常 每一个深坑都如灵犬一般 鼓鼓喷勃而出 充盈的木灵之气 乍一见得这些小坑 张凡就联想起 那如木布一般垂落下来的根须 纵横地下 俨然地网的庞大根系 怎么看 这些小坑 都像是枯荣老祖 深根而入的所在 再回想起那整棵老树点燃的时候 那些让他功亏一篑的绿光 张凡的眼中 也不由地火热了起来 此念一声 他豁然探出手来 在碧玉石碑上 一掌推出 哼 土石纷飞 阳洒灰尘木屑 将深坑中 运成了一片迷蒙 旋即如同波云渐日一般 昏黄迷蒙之中 一团绿光耀出 将一切都染成了碧玉翡翠之色 哗啦啦 隐隐震荡 晃动水声 出现在石碑之下 张凡等人面前的 乃是一个三人共寓的 木桶大小的小池 小池的四壁 古朴的石块堆砌 将一红碧玉包围在其中 每一晃动 都有点点绿色的晶莹 从池中溢出 溃散在空中 化作充盈的木灵之气 就是它 张凡的眼中神光大作 喷出了足足三寸之场 那种炽热之意 几乎要煮沸一池碧玉 先天一目惊气 他的身后 苦道人也从震撼中回过神来 喃喃出声 近乎前扯 这个水池并不是满的 而是不过剩下三分之一 可是就是这么三分之一 也足以让苦道人这般 见多世广者 沉目结舌 这些碧玉一般的池水 正是先天以目精气 气化为叶而成的 为先天以目之精华 单单这一池水 就足以省去张凡 修炼先天以目造化节 百年之功 不可谓不恐怖 此前 若非以根系 探入这池先天以目精气之中 从而得到源源不绝的支持 枯木逢春的造化 窟窿老祖 如何能够把张凡逼得那般地步 早就化作了一段交叹了 想到这里 张凡暗自庆幸不已 庆幸他出手得早 及时把桂园离木止住 若是让他落入这个深坑之中 怕是惊吞虎视 等待自己发现这池 先天以目精气的时候 怕早就被他吸了个干净 那样的话 真是鸡飞蛋打 呜呼哀哉了 小子 你真是大气运在身 太 太狗屎了吧 苦道人羡慕无比 想了半天 还是用了这么一个市井之词 最足以形容他此时的心情 望着这池先天以目精气 张凡绝对不与其计较了 狗屎运就狗屎运吧 东西到手才是真的 诶 这是什么 蛮牛好奇地探出头去 在碧玉池中照了一照 一边说着 一边向着池中探出了一只牛蹄 额 刹那间 一前一后两只手 齐齐敲在他的身上 苦道人直接瞄准了他的蹄子 张凡则是向着他脑袋来了一下 惨叫了一声 蛮牛一看动手之人 这才姗姗然地退开 乖乖地趴在一边 不敢吭声了 张凡与苦道人 也顾不得这头蛮牛了 齐齐向着碧玉池水中 漂浮着的一个小黑点望去 这东西 正是引得蛮牛兴趣的东西 张凡伸手一招 那个不过一截拇指大小的黑点 低溜溜地转着 缓缓地从仙天乙目精气池水中飞出 落入他的手中 端详了一下 他疑问道 苦老 你可知这是何物啊 这个黑点在张凡的掌中 比起在池水之内 看起来倒要清晰了不少 乃是一个浑源之物 九成漆黑 俨然叹化 只有一成不到的地方 干瘪着透出些许绿色 一心能够看出 当是一个种子一类的东西 这个种子在入手的瞬间 张凡已经探查过了 其中连灵星半点的生机也不存在 想要枯木逢春也不能够了 他开口相问 不过是习惯使然 和心中好奇罢了 倒不以为 这彻底失去生机的种子 能有什么大作用 可是不曾想 一见得他掌中之物 苦道人的神色陡然正中了起来 小心翼翼地将这颗种子 从他的掌中拈起 仔细端详了一阵 又沉吟了一下 这才缓缓地开口 小子 如果老头子没有看错的话 这当是先天木胎 先天木胎 这是什么东西 张凡的疑问还没问出口呢 苦道人已经继续说到了 先天木胎 乃是身具先天乙木精气的草木大妖 在深远的时候 体内的先天乙木精气 与其木质本质结合 从而诞生而出的 一种义宝 说到义宝二字的时候 苦道人还有点迟疑 显然认为这个说法 还是有些不太准确 若是能够培育先天木胎 至完全形态 则会破胎而出 生成一件天成的宝物 功效不支 具体得看该草木大妖身前的修为 本体 还有先天乙木精气的程度等等 很是难说呀 苦道人说到这里 张凡有点听明白过来了 说白了 所谓的先天木胎完全可以理解成 正在孕育当中的一件宝物 不过其注定是木属性罢了 那它怎么会如此难道 张凡眉头一皱 想到了一种可能 估计跟你想得差不多 当初那颗烂木头的种子 恰好飘落到这里 夺取了先天木胎的资源 而成就了自身 先天木胎在初始阶段 很是脆弱 争不过一颗生机勃勃的种子 很是正常 也正是因为先天不足 这么些年过去 不但不曾孕育出宝物 反而把生机消耗得差不多了 苦道人摇了摇头 将先天木胎 递回给了张凡 惋惜地说道 先收起来吧 以后或许有机缘 若是我们再晚来个几年 怕是生机进绝 再也没有半点的希望了 现在多少还有个念想 也就是个念想罢了 听到这里 张凡苦笑了一下 紧接着自私地摇了摇头 这就叫做人心不足 蛇吞象了 有个念想就很不错了 此次的收获 已经大得无法想象 天上不全 过赢则意 这样也好 耽搁了这么些时候 他额上的青筋毕露 不时着抽动着 好像在承受着无限的压力 有无边的痛苦一般 眼看脸上的肌肉 都有一些抽搐了 张凡深吸了一口气 我需要闭关一段时日 你们话还没说完 苦到人断然接口 我跟你一起 那好 张凡的身上压抑不住的绿光 渐渐冒了起来 他快刀斩乱麻地说道 蛮牛 你留下看护 有事再联系本作 话音刚落 他一把提拉着蛮牛的脖子 身子一动 化作一道流光 蹿了出去 扶一回到地面 张凡衣袖一展 大地乾坤袖横扫而过 那个树根缠绕生成的 豁然深坑 其中的碧玉石碑 先天以目精气水池 其其消失不见 只余下一个数百丈的巨坑 占据着长春谷的核心之地 同时消失不见的 还有张凡自身 他一进入到子府州内 一层土黄色的薄膜 就如地衣一般展开 覆盖在地面上 进入其中再不可见 即便是眼睁睁地看着 这一切发生的蛮牛 也察觉不到任何的异常 好干脆啊 好半晨后 蛮牛才合上了张得大大的嘴巴 摇晃着脑袋 继续寻找那些枯容门下的晦气去了 现在他们正是货真价实的 树岛狐孙散 此时不去柔历一番 怎么能消得他心头之恨呢 话说这么多年来 他们把自己追得像孙子一般 正好拿着这些倒霉的家伙撒撒气 石石然踏出了两步 蛮牛想想起什么似的 神石和牛眼横扫了整个长春谷中 想将那些断折的牛角收回来 也是个念想不是 可是少请 他的牛脸上露出了一丝古怪的表情 我的脚去哪儿了 同一时间 子府周内 中央子府神碑下不远 龟原陵墓汇聚漫天的灵气气旋 生生造出一个顶级的动天伏地 一侧张凡盘膝而坐 身边一红碧玉水池 一只金光闪闪的牛角 便是水池边上静静地躺着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 此府周内眨眼一个冬去春来 一个寒暑 其余消化在与枯荣老祖一战中的收获 免得给咒得的木灵之气给撑爆了 张凡全无准备地就开始了闭关 第一次修炼先天蚁木造化绝 由枯荣老祖一生修为的半束木灵之气 作为底子 由一池子先天蚁木精气相助 由龟原陵木凝结出来的龟原陵液 作为锦上添花 在张凡体内沉寂了数百年的木灵根 得到了无穷的滋润 恰如一颗陵木生根发芽 以惊人的速度茁壮地成长了起来 疏忽之间便是一年的光阴 在这一年间中央子府神碑所在的区域 方圆千里之内的所有灵气被惊吞虎视 灵脉则被归楼 一个俨然仙佳洞天 人间伏地的所在被生生的造就 时隔一年再回首来 此处已然大变了模样 天上有灵气气旋 浓郁到极点凝成的结晶 犹如天上的星辰 凝聚的液体 恰如落雨纷纷 时刻不绝 地上龟原陵木之旁 张凡盘坐的人影不见 代之的是一株晴天巨木 郁郁葱葱 不尽地生机吞吐 体内仙天乙木造化绝 在不停地运转着 张凡好像真的化身成了一棵树 从种子萌芽 到开枝散叶 遮蔽一方的天地 枯荣老祖留下的这些木灵之气 在仙天乙木造化绝的转化之下 一丝一缕地都转化成了 属于张凡的仙天乙木精气 由细部可见 到惠城潺潺溪流 在她的体内不断地壮大着 不过半年时间 本以为会困扰她很久 是一个大宝物 也是一个大麻烦的 由木灵之气构成的绿色光球 便彻底地从她的眉心处 消失不见了 碧玉石碑之前 天人交感般的感悟 好像一道指路明灯 引领着张凡 在仙天乙木造化绝的道路上 越走越快 越走越顺 一路狂奔向前 也就是第一次修炼 才能发挥出这般强大的效果 极缘在前 若是错失 自当扼完 在这种情况之下 张凡连想都不想地 继续修炼了下去 外界吸纳的灵气 即便是在这般 动天伏梯一般的灵境之中 也是不足 于是那些仙天乙木灵液 便是最佳的选择 这些灵液几乎是专门为 仙天乙木造化绝而生的 吸纳一空 可省却百年的苦练 她修炼至今才多少年 百年苦工对她来说 已经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数字了 故而全无犹豫 若是枯荣老祖得知了张凡 竟然是以这些仙天乙木灵液 来做修炼之用 非得气得再死过去一次不成 天知道她这无数年来 可是一直都不舍得 动用这些宝物来修炼 除却灵智未开 懵懵懂懂之时之外 非到生死关头 她愣是不敢动用半点 百年苦工 对张凡来说 可是比天还大 对枯荣老祖而言 别说百年 即便是万年 也不过尔尔 时间观念不同 价值取向也就不同 张凡心安理得地吸收着 这一池灵液 不过全盛时期的三分之一 在此后的半年间 尽数化作漫天的 萤火虫一般的光点 投入到那颗 一天天肉眼可见地 拔高着的大树当中 一年之后的一天 先天蚁木灵液池当中 最后一滴灵液 化作漫天的碧绿 没入到身旁 大树翠绿的叶片之中 隐漠不见 当最后一滴灵液 消散的时候 变得干涸的池子 瞬间均裂破碎 大片大片的石粉 堆积一处 与此同时 一旁归原灵墓上 展开了第三片叶子 刚刚凝成的三滴归原灵液 也如同飞蛾扑火一般 投入到大树之上 天上的气旋 漠然一沉 好像在大树上 有一个无底深渊 无边吞噬之力一般 轰的一声 吞噬一空 仿佛暴影暴食了一顿 晴天大树所在的地方 忽然一阵阵地模糊 好像空间也为之扭曲 随着时间的流逝 每一片叶子 每一根树枝 渐渐归拢了起来 合并在一起 紧接着是树罐 树身 塌陷着 沉宁着 渐渐淡去 最终 一个盘膝而坐的身影 在树干上 慢慢地浮现了出来 身影越是清晰 树干 便越是模糊 道德最后 张凡豁然睁开眼睛 同一时间 大树变为泡影 淡去无踪 真也 幻也 是真的化身了大树 还是心中意念的巨蟹 即便是到了现在 张凡自己也不敢肯定 先天以目造化绝 却是不愧先天功法之称 其神奇之处 不仅仅是能够反照先天 凝练出先天精气来 更奇妙的是 在修炼的过程中 那种恍若成为一株树木 在风吹雨打 或明媚阳光中 领会另外一种体位 有了这般真切的体悟 胜过无数时间的堆砌 灵力的积聚 乃至根子上的提高 片刻功夫 张凡收回了感慨 缓缓地从地上立起 此时的他 看上去又与刚刚收工时 有所不同了 那个时候 浊然而立 仿佛自身便是天地树木 一般的存在 上能知天 下能顶地 无限的膨胀 那是修为大进之后的错觉 每逢此时 就会有天地都被踩在脚下的无穷强大之感 这种感觉 无疑是令人迷醉的 那个时候 他双眼中的金光 即可横扫整个子佛舟 随着时间的推移 慢慢地淡去 收敛 最终化作平淡无奇的幽远 现在再看来 张凡静静地站在那里 犹如一株存在了无数年的老树 并不高大 也不粗壮 便是枝叶 也称不上多少的繁茂 这样的树木 在深山密林中多有 然而 这样一株老树 你永远都不可能知道 它存在了多少年 又将继续存在多久 看上去普普通通的树身当中 又有着怎样强大的力量 在积蓄着 这才是真正的融入自然 反仆归真 此前的所谓精气内敛 反仆归真 不过是一种强行的压制 这种刻意 本身就是对反仆归真 这四个字的嘲讽 仅由此 就足以让张凡这次的收获 究竟有多大了 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这一次本为救急 消耗木林之气的紧急闭关 竟会有 这般的结果